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 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 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 五种苦命下巴 一生多灾没钱花 自古以来下巴在面相里就有很重要的地位 无论是对男人还是女人来说 下巴为面相十二宫中的奴仆宫 代表着一个人的扶元和老人运 那么什么样的下巴象征着一个人命运好呢 什么样的下巴又象征命运多喘呢 今天小酱之就和大家说说 一五种苦命下巴 一肩下巴 从面相学的角度来分析 肩下巴的人大多非常的有想法 这种人特别的爱思考 喜欢追求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满足 凡事喜欢寻根问底 但是却非常的自我 想法有时候也非常的不切实际 做事不够踏实 有些好高骛远 对家庭缺乏责任感 不喜欢受到束缚和约束 凡事我行我素 不太懂得照顾家庭和家中人的感受 不宜过早结婚 二卸下巴 所谓的卸下巴在相学中也称缩下巴 也就是下巴往后缩的意思 长友这种下巴形状是一种比较糟糕的状况 一般来说 长友卸下巴的人大多性格方面比较的冲动 做事缺乏主见和想法 考虑问题比较的狭隘和极端 整天喜欢胡思乱想 思想方面容易出问题 个人能力不足 因此晚年运势往往不太好 三方下巴 所谓的方下巴指的是下巴部位长得比较方阔 一般来说长友此种下巴的人大多体型方面也比较的健壮一些 腮骨方阔的话 这种人一般性格和脾气方面一般比较的固执和倔强 但是做事却非常的踏实 有着很强的吃苦耐劳的能力 意志力比较坚韧 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 对事业对家庭都非常的有责任感 事业上容易取得不错的成就和发展 不过平时略显严肃 生活情趣方面略显不足 四 短下巴 短下巴很好理解 就是下巴的长度长得比较短 看上去就像没有下巴一样 这种人大多性格都比较内敛 平时不太喜欢表达和沟通 但是这种人却非常的重情义 不过处事方面有时候喜欢率性而为 缺乏合理的规划和思考 忍耐力不足 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喜欢放弃 为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直接 不够圆滑和灵活 做事非常的极端 晚年容易孤苦无依 五 歪下巴 若是一个人的下巴长得歪斜不正 从而导致整个下亭不正 则往往这样的人做事武断 不喜欢听从别人的劝告 从而导致他们会走不少的弯路 所以一般的情况下 这样的人到了晚年的时候 手里也没有多少钱 心性不好 总是喜欢走一些歪门邪道 完全就没有正行 估计还会处处遭到自己家人的嫌弃 婚后的日子自然也过不好 二 四种富贵下巴 一 圆下巴 如果一个人的下巴圆润有肉的话 这种人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温和 待人也特别的真诚和善 很有爱心 喜欢帮助别人 特别的容易相处 所以身边的朋友非常多 遇到困难时身边常有贵人相助 帮助其渡过难关 事业和生活方面都比较的顺利 而且这种人特别的体贴 会照顾人 女人下巴圆润的话 能够旺夫生财 男人下巴圆润的话 则做事稳健 善于处系 属于富贵项中一个非常难得的重要特征 二 长下巴 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较长的话 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的正直 对人对己要求都非常的严苛 意志力较为强大 只要决定的事情 就会努力坚持的把它做完 不喜欢中途放弃 而且特别的重情重义 懂得为他人着想 有着很强的家庭责任感 属于难得的好伴侣 女人下巴长一般比较热心长 属于外刚内柔的性格 人缘非常的好 男人下巴长则意志坚韧 上进心强 个人能力也比较突出 往往能成大气 三 兜下巴 所谓兜下巴指的是下巴长得圆润厚实 且向前方微微翘起 长有这种下巴的人 一般行动力非常强 敢想敢干 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 而且性格特别的和善 富有人爱之心 非常的容易相处 朋友比较多 常有贵人出手相助 做起事来也是有始有终 往往能够取得成功 而且这种人待人非常热心 做事非常踏实和用心 往往能担大任 晚年子女闲孝 生活幸福 四 双下巴 在相学当中 若是一个人的下巴长得圆润有肉 尤其是有双下巴的人 往往自身聚才存钱的能力会非常的强 心胸宽广 有主见 个人的能力强 早晚都会取得成功 而且拥有双下巴的人 他们自身的心胸宽广 有责任感 无论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都会取得极大的成功 在事业上的能力出众 自然也不会缺钱花 后半生福气绵绵 有赚大钱的能力 不同的下巴有着不同的命运 除此之外 有的人下巴也会长智 这也会给人们带来不一样的影响 那么下巴上的智有着什么含义呢 接着往下看 一 下巴左边有智 下巴左边有智代表着富贵荣华 因为左下巴主财富 这个地方长智 那么就代表了财富多数则伴随终身 不过这里所主的财富多以不动产 比如房产等为主 所以比较适合投资或祖上留有遗产 二 下巴右边长智 下巴右边有智代表着权力地位 因为下巴右边和权势有关 这个地方长智代表着这个人在事业上 可能会发展为领导职位 三 下巴正中有智 下巴正中且靠近嘴唇的地方有智 代表着这个人钱财方面 可能出问题需要小心谨慎 靠近下巴底边的话 那就代表这个人可能比较好色 四 成江处有智 成江是指下唇中间凹入的地方 属于下巴与唇之间的位置 古代人一直以为人若行至成江之运 遗暑晚年 若此处饱满有肉 红润或透白光泽 无闻轻至破 代表衣食丰足 可想挽服 既黑青之色 如青年人在此部位呈现黑气 容易在水上活动时碰到意外 以多加提防 此外 古人认为成江被凹 代表酒量好 平满代表多饮多醉 假如成江被闻轻至破 代表其人饮食容易出问题 例如肠胃敏感 食物中毒 同时假如此处长智的话 代表人时常改变居处 也代表其人能喝酒 如是饿制 小心醉酒与水饿 女人有饿制 要提防夫妇 感情不睦 无 松唐处有智 处于成江之下地革至上的位置 人生七十古来兮 蕴致松唐 气色一见白润或透红为吉兆 如出现带红丝的乱纹 则会孤独终老 有黑智则会移居外地 离乡别景 宋唐既见薛陷枯黑 若须枯眉落 神智身轻 生杀迫弃 便难行晚孕 将近寿终 六 地革处有智 地革处位于松唐之下 以及下巴的末端 为人生的最后一个大官 地革一定要饱满有肉 方能行晚年孕 得儿孙绕夕成欢 福乐满堂 行以元后为家 主见父 如下巴成方形 则老来劳碌之相 未可安享轻浮 地革既凹陷 歪邪或奸消 因下巴奸虚 乃福薄 孤独中老之相 若地革处长智 不利感情运 亦有外来诱惑 如是遏制 晚运不佳 生活运 家庭运 物质运 财运都不安定 也要注意防患水灾及酒毒之伤害 七 腮骨处有质 腮骨是下巴的外沿 如果腮骨有质 代表坚持立场 朋友有难就会溜之大吉 左腮骨有质 对新朋友不忠 右边腮骨有质 对老朋友不忠 八 地库处有质 包括左右两个地库 如果这两个地方有质 主妇 代表一个人有钱 富有 且多食业 物业 产业 一生能有很多的财产 下巴不同 命不同 一个人的下巴 蕴含着自身的命运 如果你的命运不是太好 那么就需要在后天更加努力 否则生活必将不如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